年轻的父母都知道缺钙会对宝宝的骨骼发育有影响 但是要是培养宝宝的乐感节奏感则是要从小训练的 昨天德国著名民间表演艺术家打击乐大师皮特来到了上海音乐厅 让宝宝和年轻的父母一起在变换的节奏中享受了一次奇妙的音乐体验 在大师皮特的手中一个破旧的铝盆进而也成了充满动感的演奏乐器 随着大师对现场气氛的调动 压压实语的宝贝们一下子被节奏的乐感打动 随着爸爸妈妈一起拍手舞蹈起来 为了让宝宝们体验节奏的奥秘 皮特不断的变换着演奏的乐器 一会儿拍手掌 一会儿拍身体 一会儿又号召宝宝们手摇鸡蛋小沙锤跳起了桑巴 音乐最基础的元素节奏感带动小部分们融入了一场 欢乐派对 因为宝宝还很小 一般的音乐他还不能够理解 但是他对节奏感非常的敏感 非常的喜欢 所以我想这样的活动会带给他很多快乐 我们在整个过程中 我们鼓励孩子用耳朵听 用眼睛看音乐器 用手去打击乐器 现在在手的过程中 他是左手跟右手的协调力 所以他是整体一个多感官的一个学习 今年这场以打击乐为主题的亲子音乐会 受到了年轻父母的热烈欢迎 宝宝们在节奏的心跳下 促进了体能 社交和情感等各方面的发育 真正补了一次音乐感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